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 隐藏着无数未解之谜 其中最为世人瞩目的 莫过于那四大古墓 它们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更藏匿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西式珍宝 但这四个古墓 一个不敢挖 一个挖不动 一个找不到 还有一个在水底 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些古墓的神秘面纱 第一大古墓不敢挖 指的是秦始皇陵 提及中国古墓 秦始皇陵无疑是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 这座由千古一地秦始皇 倾尽全国之力打造的陵墓 不仅规模宏大设计精巧 更因其内部所藏的无尽宝藏和古代新秘 成为了无数探险者与考古学者梦寐以求的圣地 民间也不厌其烦地以秦陵为原型 创造出各种神话传说 什么以漫天水银做山川湖河 燃人鱼灯游照目视千年 倒旋阁下的九层妖塔 万千阴兵护卫的千古皇陵 种种传说让人心持神往 但光是目前已经发掘出来的兵马俑坑 就已经被认定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了 可想而知 如果整个秦始皇陵发掘出来了 将会是何等的奇观 然而时至今日 尽管我们已经能够近距离地欣赏到兵马俑的雄资 但真正的秦始皇陵地宫却依然保持着他的神秘与沉默 人们或许会问 为何如此重要的考古发现至今仍未被发掘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秦始皇陵的建造之初便融入了无数超前的智慧与科技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那以水银为江河湖海的庞大地宫 据史书记载 整个地宫仿佛一个微缩的大秦帝国 山川河流 宫殿楼阁一应俱全 而这一切的构造与布局都巧妙地隐藏在了水银的迷雾之中 这不仅是对古代工程技术的极致展现 更是对后世考古工作的一次巨大挑战 早在1974年 临山脚下的农民们为了打井取水 意外挖出了一个兵马俑的脑袋 就此揭开了秦始皇陵神秘面纱的一角 在之后的40多年里 考古专家们踏遍了梨山脚下的土地 使用洛阳产一类的工具 打出了上万个洞 取土研究 基本判断出了秦始皇陵地宫的所在地 最近40年 专家们运用高科技手段重新勘察了秦始皇陵 他们发现 整个秦始皇陵的面积相当于78个故宫 加在一起那么大 地下风土土壤中 洪 也就是水银的反应超强 风土堆下存在着一个道悬的金字塔式的建筑 极深的地方还出现了奇怪的重力现象 这不仅证明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 还再次提醒专家们 皇陵地宫可能存在着意想不到的机关 现在的技术条件依然无法保证 能够正确开启秦始皇陵地宫 一旦出现意外 地宫中的珍贵文物将会遭到毁坏 考古人员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因此就算科技进步了 专家们依旧谨慎地选择保护秦始皇陵 而不是将其打开 毕竟当年鲁莽发掘定灵的悲剧 还历历在目 因此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经典 秦始皇陵的地宫依旧保持着它的完整与神秘 等待着未来的某个时刻 被更加先进和安全的手段所开启 第二大古墓挖不动 指的是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 如果说秦始皇陵是古代帝王陵墓的巅峰之作 那么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 则是另一座难以逾越的封碑 这座位于陕西省前线的陵墓 不仅以其宏伟的规模和精美的石刻艺术著称于世 更因其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 而让无数盗墓贼望而却步 在唐十八陵中 就连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都遭到了盗墓贼的侵扰 被盗走了为数众多的奇珍异宝 然而这座乾陵却在盗墓贼的摧残之下安然无恙 乾陵的建造始于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 历时二十余年方告郡公 争作陵墓衣衫而建 气势磅礴 犹如一座天然的堡垒 在陵墓建成后不久便遭遇了不速之客 唐朝末年 农民起义军领袖黄朝 想效仿当年的曹操 通过盗墓的方式筹备军用物资 于是当黄朝攻入了长安之后 迅速率领四十万大军 前去乾陵盗墓 结果这四十万人挖出了一条深深的长沟 却依然没有挖开乾陵 黄朝只得带人信信而去 而那条沟壑至今仍在 被称为黄朝沟 后来五代时期的温韬 带兵将唐十八陵中的十七座挨个挖了一遍 带走了数不尽的西式珍宝 温韬可能生来就跟唐黄陵过不去 挖完十七座黄陵后 又将主意打到了乾陵身上 结果每次他带人来盗挖乾陵 都会遭到突如其来的大风 刮得他们只能掉头下山 温韬试了好几次 总是这样无功而返 便怀疑是某种怪力乱神的现象 只能打消盗挖的念头 等到了民国依然有人不信邪 想要挖掘乾陵 这个人就是陕西军阀孙连仲 他听说了孙电英盗挖青东陵的疯狂举动 仿佛受到了启发 也带着自己的军队前往乾陵 这个年代已经是热兵器的天下了 孙连仲以士兵演练为借口掩人耳目 背后却带着一个团的兵力 他们将炸药布置在乾陵 随着炸药接连炸响 地面被炸得一片模糊 但孙连仲依然没有炸开乾陵 于是就有人怀疑武则天是否真的埋在这里 不然怎么连炸药也无法将其炸开 无独有偶就在1958年的冬天 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修到乾陵附近 当地的村民前去协助工程队施工 由于建造公路缺少石料 村民们便来到乾陵一带炸山取石 没想到的是 他们竟从土里炸出来好几条人工雕琢后的石条 这才让乾陵的木道重建天日 此时考古专家们这才意识到 为什么以前的盗墓贼挖不开乾陵 原来乾陵是将一整座山峰作为主体 从半山腰开挖建造陵墓 当时的唐朝国力雄厚 整个陵墓的规模异常宏伟 在陵墓建成后 用掉了八千多块人工雕琢的石条 石条之间有栓板拉固 最后还用铁水浇灌 彻底与山峰融为了一体 就算是用炸药也别想炸开 值得一提的是 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 虽然没有被列入四大古墓之中 但明孝陵与不敢挖的秦始皇陵 以及挖不动的乾陵有不少相似之处 明孝陵作为明太第一皇陵 六百多年过去了 依然保持完好如初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打过明孝陵的主意 但是明孝陵如乾陵一般依山而建 也是掏空了山体做成陵墓 此外明孝陵还用到了古代陵墓中的机关 比如流沙镇 一旦被盗墓贼强行凿开 这些流沙就会带着其中放置的石块流动起来 将盗洞堵死 要是盗墓贼运气不好 很有可能就会被困在其中 为明太祖陪葬 在小说《鬼锤灯》里是观山太宝 替朱元璋修建的陵墓 这观山太宝几次三番 差点将胡八一三个摸金校尉困死 由此可见明孝陵的坚固程度 肯定非同一般 第三个古墓找不到 指的是成吉思汗的陵 如果说秦始皇陵和乾陵 是古代帝王陵墓中的两座封碑 那么成吉思汗陵 则更像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这位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创始人 其陵墓的位置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可能有内蒙古的朋友会说 成吉思汗不就埋在厄尔多斯吗 如今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蒙古族来到这里 为成吉思汗举行祭奠仪式 事实上厄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 只是一座衣冠种 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为他建造的 据说这座衣冠种之中 安放的其实是成吉思汗离世那一刻 他的亲人放在他鼻前的一撮驼毛 他们相信成吉思汗的灵魂就附着其中 而历史上关于真正的成吉思汗陵墓的记载 寥寥无几 且大多语焉不详 使得后人难以寻觅其踪迹 据传说成吉思汗在林中前曾留下遗言 要求将自己的陵墓建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以防被敌人破坏或盗墓贼侵扰 因此当他的灵鹫被运往陵墓时 沿途的所有居民都被屠杀殆尽 以确保这个秘密永远不会被泄露 而根据记载 成吉思汗墓是死不起坟 以马柔之始平 没有坟丘 加之表面又十分平整 确实难以定位 1922年 担任蒙古总理的丹丁巴扎尔 在接待西方探险团时 意外说出了关于死亡蠕虫 与成吉思汗墓的故事 丹丁巴扎尔是成吉思汗的后人 他说死亡蠕虫是成吉思汗墓首领护卫 所以只要找到死亡蠕虫 就能找到成吉思汗墓 但死亡蠕虫只是一种未被证实的传说生物 美国著名探险家安德斯 就曾数次前往蒙古沙漠寻找 却都无功而返 死亡蠕虫与成吉思汗墓 依旧是个谜 第四个墓在水底指的是沈万三的坟墓 与前三座古墓相比 沈万三的坟墓显得格外特别 这位明朝首富不仅生前富可敌国 死后更是将自己的陵墓建在了碧波之下 这种独特的墓葬方式 不仅体现了沈万三的智慧与远见 更让他得以在死后获得一份难得的安宁 沈万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凭借着自己的商业头脑 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然而他的高调与张扬 也为自己招来了不少麻烦 尤其是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沈万三因为过于张扬 而遭到了皇帝的猜忌和打压 最终他被冲军贵州 最终老死于云南 然而沈万三在生前 就已经遇见到了自己死后的命运 为了避免自己的陵墓 遭到盗墓贼的侵扰和破坏 他选择了在江苏州庄的海边建造一座水底墓 这座陵墓不仅设计精巧结构复杂 还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水文条件来保护自己 即使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考古专家们依然难以对这座水底墓 进行有效的勘探和发掘 而且沈万三临死前还嘱咐身边的人 为他在云南建了一个遗种来迷惑世人 为了能获得死后的安宁 也算是无所不用其极 这四大古墓的故事 不仅是关于古代帝王将相的传奇与辉煌 更是对人生与历史的深刻反思 秦始皇陵的雄伟壮阔 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巅峰与孤独 前陵的坚不可追 皆是了智慧与坚韧的力量 而成吉思汗陵的遥不可及 与沈万三水底墓的神秘莫测 则让我们意识到人生的无常与命运的莫测 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我们都是渺小的存在 但正是这些渺小的存在 共同编制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篇章